好來看到是台灣過去被全球公認為是一個防疫的模範生 但是我們現在單日新增破百呢 而且看到是單日新增確診數呢 可說是比過去增加六倍之多 而且從今天開始雙北市進到為期兩週的三級警戒 所以呢根據彭博資訊說 台灣的確診病例大爆發 可能會打破了這防疫模範生的地位 不過就來看到當然提到是幾個國家 包含台灣之外像是紐西蘭澳洲新加坡跟中國 這幾個是全球少數幾乎戰勝疫情的國家 不過呢有幾個也都出現了疫情反彈的狀況 來看到是像是在新加坡 他們也爆發第二波的疫情 在一週之內有多達71人確診 整個全國要進行封鎖直到6月13號 甚至波及到是新加坡跟香港的旅遊泡泡 可能都會再度的來延後了 而目前在中國也出現疫情呢 他們在五一長假之後呢 安徽的本土病例已經來到雙位數 甚至影響到遼寧省也出現了相關的本土確診病例 所以呢可說台灣想辦法要降低這個疫情的溫度 要降溫減災不能夠贏在起跑點卻輸了九局下半